沒有了世紀 天天人不清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伊索比亞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 紅油杯的 預選賽 封城沙丘 大家來看一下 大約斜點的方向 伊索比亞人 外奧選賽的文明 伊索比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弓兵的射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他的槍兵呢 還有自己可以身為重裝長槍兵的效果 對方騎兵遊俠 都是非常好用 伊索比亞人後期 還可以打這個彎刀勇士 配上這個銀罐 皇族 血脈 可以讓彎刀勇士造 建造速度 還有這個 近戰防護力 對騎士的防護力更多一點 還有這個駱駝 整體後期 伊索比亞人 也是可以打這個駱駝 但他駱駝比較弱勢沒有品種 他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 但一樣沒有這個三級馬卡 跟品種的問題 整體來說 伊索比亞是 騎兵 是比較弱勢 弓兵跟步兵 比較強力一點 後期的工程器 比較可怕的是 有這個金罐 扭力彈射器 讓火炮 可以變成 流彈炮的弱彈 這個擴散的範圍 一樣廣 應該算是差不多廣 有沒有一樣 我不知道 來看一下 ACCA 看一下波斯人 波斯人 他的特色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非常之快 而且他的騎兵 有遊俠 又有凍裝駱駝 又有大洛馬 你喜歡玩騎兵文明的玩家 波斯人 是你的首選之一 波斯人 他後期也可以轉火槍火炮 大衝車 工程方面 科技方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救贖思想 僧侶的招降科技 並不是那麼的完善 但是他的 劍兵性也是 只有強劍兵 所以後期呢 通常是搭配槍兵 配遊俠 還有這個 免金 波斯工兵 作為主力 或是火槍馬工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好 這邊 是走一個 防守流 ACCM走強攻喔 那這邊 雖然有進攻 但攻勢並不是那麼強 家裡出幾隻毛兵就能守住 好 這邊YO被擊殺了一村 補了一根劍塔 這個強攻流走的有點兇 兇到YO被迫差一根劍塔防守 好 那這邊把兵鎖拉走 攻兵 毛兵 五隻攻兵 後面只有兩隻攻兵跟一隻肉馬 這個隨時都能守得下 YO打的沒有那麼的兇 反正是ACCM 投資了非常多的攻兵 好 這裡攻兵 五隻家裡防守 但是對方有毛病 ACCM這一波打的壓力給的很足夠 甚至抓掉兩村 那YO這邊 是走了一個雙射箭場路線 雙射箭場路線呢 他的優點 是攻兵囤得很快 但缺點是呢 對方很簡單 只要單射箭場 一直出毛病 就能擋得住 所以 如果要打贏對方的毛病的話 YO 這裡要轉馬會比較好 轉這個肉馬 好 有轉喔 YO這邊果然在轉肉馬 這個是一個世紀帝國 很常看到的 封兵配肉馬的戰術 這也是封建時代 最強的組合 肉馬配弓兵 有足夠的壓制力 OK 對方的肉馬倒地 那現在 四隻肉馬有主動權 這裡要往前包抄嗎 但還沒有品種 但是也沒有品種 可以點就是了 封建時代沒有品種 現在這個馬上去打 只能稍微追著打 攻兵還是可以做拉承 攻兵過來 先點掉槍兵 OK 三隻肉馬有點猶豫 要不要繼續打 但我是覺得 要撤了 攻兵撤 肉馬就撤 好 那這裡馬有沒有要繼續補呢 沒有繼續補的話 就要補劍塔 有補了劍塔 在這裡 既然不補馬的話 這裡一定會被打穿 再被打穿進來 基本上就被秒殺了 沒有劍塔的話 還能稍微守一下 好 ACCN這波操作秀得很漂亮 又抓掉了YO 兩隻工兵 毛兵配工兵 這個打法狠狠 七隻工兵 八隻毛兵 ACCN現在甚至有實在上的升級優勢 看起來YO是比較難受一點 OK 現在沒有辦法 撤退撤退 好 下面的毛兵加工兵 數量來到了12隻 奴兵二級射 趕快點 哇 連戰毛都點 要點錯了 要點到一級工 OK ACCN確實點錯 YO這邊升級還有兩分半 這一波可能會打喔 但可能打到一半就會變身 所以要打嗎 這個 不打好像會被秒殺 但打了好像又很危險 但YO有弓箭手的 攻速加成的優勢 這一點是還蠻不錯的 好 中間現在這個地區 是有點危險了 但還好有兩個劍塔 暫時不會有直接被秒殺的問題 還能再狗一下 那YO一上去喔 可能還是要先轉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邊直接走進來撞TC嗎 一頭工兵走進來 點掉了一村 直接走進去 知道TC沒有人 哇唷 趕快在後面補了箭塔 尷尬了 城鎮東西 人都沒有 ACCN很清楚 平常這張地圖呢 TC旁邊是不能種田的 可以看到這邊地上有非常多的屍體 這是一個布毛之地 布毛之地不能種田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張地圖大家都會變成波蘭一樣 都要圍繞著這個模仿去撒農田 這樣一來一往防守就很不容易 這張地圖也是考驗 平常大家玩波蘭時候的防守能力是如何的 好 ACCN這邊實在領先的非常多 這一波工兵確實打出了非常多的優勢 下面這一頭兵直接卡過來 YO直接被抓掉了六村 這一波多線打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好 二級射 奴兵已經點下 所以說 YO這個文明走工兵配肉馬 稍稍有點不太給力的原因 是因為馬的部分沒有品種 所以打起來 肉馬配工兵並不是那麼的強悍 好 那現在ACCN 導彈血快要點下了 現在 四隻工兵 看能不能最後一搏喔 再抓個一村就很賺 喔 沒有打算要捨身去 換村民而是正面對射 就是由YO拿下了這一坨兵力 好 但是這裡又被抓掉兩村 這個彈道學又抓了 YO開局18村 波斯這邊TC之力 工作效率來到了五樹村 村民差距十三村喔 哇 兩邊的經濟也是被明顯拉開了一萬 對上九千 大概一千八左右的支援 一千八剛好是可以點 帝王時代的支援量 現在ACCN打的就是一個非常強攻 但是YO這邊已經現在 升到了城堡時代也是二級射了 但是對手波斯人這邊是工兵開 而且點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現在坦度來說 ACCN不會輸 而且還有彈道學的優勢 兩邊對身之後感覺是有點五五開喔 但是其實YO有這個射擊速度的優勢 但沒有彈道學 對大學喔 還是要趕快補一下 但是YO並沒有打算先補大學 而是先補了三TC開農 ACCN的是雙TC慢慢農 後面就去撒農田 右邊這個地方還沒有開始圍起來 或是蓋城堡補TC喔 剛剛講完就補TC了 這個地方確實要補個TC比較好 不然這個礦很難守 所以右邊又是一個木區 待會這邊又一個石頭礦可以控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這樣進攻對手會比較簡單一點 YO現在是補下了頭車 現在變成頭車大戰 兩邊前期打得很兇喔 ACCN更兇 但是YO這邊雙射箭場 果然還是被壓制住了 我們頻道之前一直在講 這個雙射箭場其實很容易被擋下來 這是這個原因喔 可能在團戰來說 雙射箭場策略還是比較好 甚至三射箭場 那以單挑來說 雙射箭場 兵種太單一了 很容易被對方給壓制住的狀況是有的喔 好 那現在ACCN補了 這個是YO補了一個大學 待會單導學也要提升齁 那現在也是3TC開始運作 兩邊的經濟已經被明顯拉開到了2000多 甚至只差了4000支援就來到了3000支援 等於說P波斯這個文明就是這麼的麻煩 你跟他對農也不一定農得贏 你跟他打工兵 如果又被對方滾到水球 那就真的尷尬 然後後期P波斯又有遊俠 大洛馬駱駝 還有大槍兵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就只有他的 工兵路線 沒有強奴跟三級射 還是有免金工兵的特性 所以打經濟型的P波斯人喔 其實是給對手很大的壓力喔 好ACCN這邊分數領先了快要500分 YO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正在從右邊敲敲地走過來 ACCN應該是有看到這一波 好那這裡 頭車要趕快拉過來 現在兩邊都還在農 有點忙 沒有時間控兵 好控兵上了一下 往後走 頭車能不能拍到 看一下這一波互丟 結果YO頭車被砸掉 ACCN這波打得漂亮 投了之後開始移動 現在正面呢 也有少量的頭車在進攻 結果騎士出來 兩台頭車有點囂張過頭了 沒有大量槍兵死在這 一隻騎士就能搞定兩台頭石車拉 這個局面 好槍兵趕快在後面戳 又拿下一台 OK 這一頭工兵被 ACCN抓掉會有點虧 整個阻力部隊 其實這一處就是阻力了 後面這邊慢慢出來 已經不算是阻力了 現在阻力只有九隻 這個阻力很不像阻力 好 ACCN點下了奴兵 好 努兵 繼續出 而且戰毛也開始轉了 沒有打算要轉騎士呢 好這個拍下去 預判 哇 透死了 這個有打到一些血量 頭車一出來 趴個一下 但是沒有拍死對手 頭車 這裡再來一發 可以 YO兩台頭車都被換掉 虧了 這下虧了 ACCN 輪走技術也上了 現在兩邊輪走都已經點上 這邊可以直接點手推車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戰況現在有點吃緊 YO甚至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4TC開農 ACCN並沒有在外面補一個城鎮中心 可能要先把城堡第一個插在左邊這個位置 這兩個礦很重要 好 要是YO知道 現在ACCN這裡 有機會 空下來這張地圖 最大的重要區域 我覺得YO這邊插城堡 是一個很關鍵的區域 但是現在 戰況不允許YO出門了 現在 軍事上 也是輸給ACCN的工兵了 好 左邊這裡有一坨 工兵 矛兵 槍兵 什麼都有 齁齊兵了 好 又一坨工兵 想從後面繞進去 YO這一波的路徑 又被發現了 頭車可不預判一下 好 拍一下 頭車 走到最前面 ACCN 失誤了 直接被工兵給點掉 好 這個就是沒有用移動攻擊的壞處 如果用移動攻擊的話 YO這坨兵可能就被 拍掉了 它會自動發射 好 YO這一波 村民並沒有完全收進去 還是有幾隻村民被打 阿雷還投資車過來 哇 中了一個大丸的 打一發 一頭到 OK 好 現在 工兵 快追一下 這一坨的奴兵 奴兵應該又要被殲滅了 YO兩次分推 都被ACCN的工毛 聯軍 給控制住了 結果城堡補右邊這裏 倒是覺得右邊這裏正要補一個城堡 比較好 因為這是偏中心的位置 左邊這邊也是可以考慮的 我是覺得左邊這裏 真的是要 防守一下會比較好 YO這裏點下了手推車 波斯人是點下了帝王時代 波斯這邊也早就已經點下了手推車 我們來看一下 ACCN的帝王時代會怎麼打 ACCN打這把 算是偏非常猛的玩法 經濟資源也是領先的非常多 YO這邊4TC 甚至有點難追得上村民宿 YO點了帝王時代 正在側面 頭車又被換掉了一台 轉出了彎刀勇士 彎刀勇士換出來 波斯這邊打彎刀 最好的方法 就是繼續出弓兵 轉火槍 不然就是打波斯戰象也可以考慮 但是實戰中 波斯戰象出場率 是有點偏低的 畢竟被招想的話 就有點投誠 二級馬開補了 現在重裝騎士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YO帝王時代也是一分鐘 可惜的布兵開甲也點下了 沒意外 帝王時代 就是要來看 彎刀勇士 對決 大瓦爾 這兩邊 誰 這裡彎刀抓掉了很多村民 好像蓋不起來 哇 ACCM這一波尷尬了 怎麼蓋寶 卻沒有部隊防守 這些村民呢 直接被砍爛 YO在左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左邊的防守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三級馬開點下 薩瓦爾 眼睛蓄勢待發了 好 精銳彎刀勇士提升了下去 那這邊銀貫技術一定要點喔 黃族血脈 增加一下自己的對騎兵的防禦力喔 不然彎刀勇士 天生 沒有防禦力 血量又只有45滴血 點了黃族血脈 會差很多喔 好 先收進去 城堡裡面稍微休息一下 YO 轉出了大昌斃 板甲 三攻還沒有點 好 彎刀勇士現在有精銳了 攻擊力來到18點 甚至點完三攻之後 比薩瓦爾的傷害更誇張喔 薩瓦爾的傷害是14加4 18點的傷害 彎刀則是有22點的 暴力步兵 支撐的這個特性喔 跑得快 3號高 然後 防禦力血量喔 偏差一點 好 用張騎士 還有1分鐘 城堡部分 發被拆掉 巨型投石機 正在開產 那現在YO 支援槍已經來到極限 三攻眼睛點殺了 右邊有一坨 彎刀 在想要不要衝進去嗎 要是能衝進去抓一波 就有機會喔 好 家裡先出個槍兵防守 巨型投石機 順利拆掉ACCM的城堡 YO的城堡也被拆掉了 這一坨彎刀走進來 還在打造戰 感覺讓ACCM有太多時間可以反應 14點的傷害 165滴血 防禦近戰6點 好 看一下這波互換 好喔 三攻還沒有好 彎刀就已經把薩瓦爾打到頭破血流 這邊靠下城堡中心補線傷害 很有用 城堡中心打彎刀 非常痛阿 哇 直接射死 現在ACCM 火力非常的猛 弓兵配上薩瓦爾 開始騎的上來 弓兵繼續給你壓力 槍兵跟 槍 槍槍兵好像擋不住了喔 好 霍斯點一下三攻跟化學 銀罐要不要點一下呢 霍斯弓兵 好這波薩瓦爾直接長驅直路 YO直接也來到極限 皇族血脈終於點下 這波科技打薩瓦爾很關鍵 但是問題是後面這些弓兵跟戰毛兵解決不了 那現在YO的想法是 我加出更多的槍兵跟彎刀勇士 解掉薩瓦爾的這邊 後面這頭兵也可以靠彎刀解掉 那現在問題是自己的兵已經潰不成軍 連薩瓦爾都擋不住了 更不用說後面這坨攻兵了 完了 這個有點炸裂 但是YO還沒有打頭翔 可是決定要繼續狗一下 後面這邊還沒有受到大量規模傷害 這波衝進來 YO再重新集結 槍兵跟彎刀 還在繼續按 科兵速下降的有點快 科兵差距來到了50吋 頭死車砸一發 彎刀 起兵 準備過來擋一下 好 開始有集結的感覺了 這個城鎮中心可能會被砍掉 15村直接被跑出來 快一點用彎刀去守一下村民 完了完了完了 家裡著火的程度有點誇張 ACCN這一波頭死車要小心 ACCN中槍了 好正面彎刀有黃豬血脈 稍微能扛了 但是數量不夠還是扛不住 好這一波再來 彎刀勇士三共傷害 22點爆發能力 直接吃掉薩瓦爾 OK薩瓦爾的數量終於下降了一些 現在ACCN裡面這坨兵終於解掉了 果然最後只剩下弓片的時候 再用彎刀解決這一坨 好直接在後面補一根城堡 但我覺得城堡位置不太好啊 要插是不是也該插後面這個位置呢 或是右邊的墓區呢 有點中間這個地區 可能 防守還是不是那麼的容易 而且能守到的範圍 東西有點少 甚至你看這個黑色的部分 有點浪費掉這個防守的範圍 那中間這個地方不能蓋建築物喔 所以也只能選這個位置 好那現在看起來YO 槍兵繼續補 ACCN落馬 清奇兵也點下了 ACCN的火槍兵也開始慢慢轉出來 彎刀這一坨 看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 反殺一些村民之類的 好波斯這邊 有點下波斯工兵喔 所以現在工兵不用黃金 好肉馬過來 注意一下彎刀跑好快 好少量的薩瓦爾在後面 彎刀這一次抓到薩瓦爾的行蹤 過來偷拆的村民 有守住 這一波又來了 火槍加薩瓦爾 好但是彎刀跑很快 已經衝到了最深處了 好想一下血多的 OK 找到血多的 還不及跑 但沒有關係 好這一波 薩瓦爾衝技 直接裝在城堡臉上 彎刀也過來 好接下來彎刀勇士 到處砍村民 兩到一隻村民 這就是彎刀勇士的可怕傷害 哇這一波ACCN被抓了 大概20吋有了 只剩下125吋 這波彎刀勇士立了大功 這也是步兵傷害的天花板 兩刀一隻村民的頂級傷害 好這塊黃金找個機會 把他奪回來才行 現在這個在挖了 好這村民大量直接被彎刀砍到 剩下幾隻 後面的薩瓦爾趕快來 工兵在後面 繼續給壓力 好趕快轉更多工兵 脫勢工兵在後期其實也很好用的 尤其是遇到這種對方轉一堆槍兵跟步兵的時候 脫勢工兵用起來就特別划算 雖然傷害沒有強度這麼高 但至少還有8點傷害 重點是不需要黃金 攻擊速度又快 好這一波 彎刀想要直接手撕 大巴爾騎兵部隊過來 驅趕一下 有可能會反頭 回頭反殺嗎 回高地反殺 有沒有可能 好回高地 好沒有打算反殺 選擇了直接退回城堡下方 讓槍兵過來解決 好這一坨 工兵後面幫我輸出 但是大部分傷害打在到了4個少戰上面 這邊好像可以打得贏 但是YO沒有打算打到底 可以稍微跟對方交戰一下 後方的火槍火 工兵跟過來了 右兵有一坨工兵 現在工兵部隊來到25隻 大巴爾在正面又衝過去 有點送口 YO這波打得很好 但是也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ACCN拿下比賽勝利 OKACCN這一把秀好秀滿 不管是波斯工兵或是薩瓦爾 都始祖的把波斯的特性給打得出來 後面還有幾隻薩瓦爾在偷拆 分推真的是打得漂亮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波斯人 拿下支援上的所有勝利 我要拿到一個勝物 但是支援量還是落後太多了 波斯人後期的經濟 預轉起來 就是這麼的可怕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到下支援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